欢迎收看111年9月16号的港都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高雄市前镇区本土登革日疫情持续延烧 及管署15日在公布新增两例本土兵力 都居住在高雄前镇 推测与近期的群聚感染相关 高雄市卫生局也集结市府跨局部团队 分别在前镇和凤山警戒范围 执行登革日社区防治工作 高雄市议员李雅惠在任期内最后总质询中表示 为了提升青年家庭生育率 市府在幼儿托育的环境提供到就月市场的薪资提振 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素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智恩 16日召开第二波教育证件发表会 针对教师权益提出六大证件 希望减轻教师负担 而在会中他除了提出教育证件外 也不忘喊话对手陈其迈 欢迎参考他的证件 前镇区的本土登革日疫情持续延烧 陆续增加病例都住在前镇区 推测与近期的群聚感染相关 高雄市卫生局也集结市府跨局处团队 分别在前镇凤山的警戒范围 执行登革日社区防治工作 并且持续针对区里扩大环境整顿 扫荡社区脏乱点 网人口盖里喷药挂草都不容放过 因为高雄市的登革日疫情 已经连续六天新增个案 累计到达了15例 全都聚集在前镇的社区里 区长带领里长们前往视察 家家户户都得要仔细计查 我们赶快要把隐藏的自身员 全部清除掉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一大早 我们就由我带队 跟我们的李干事同仁 一起把这个高效能补文灯 周边场域30公尺的那个场域 再加强一次的巡检 希望能够把隐藏性的自身员 把它找出来 社区群聚扩大感染 当地居民不免会担心疫情持续蔓延 是否会烧到自己 因此得要配合市府做清销 找出隐藏的自身员 当地居民其实会有点担心吗 担心 担心是会啦 可是我们最近就是一起 都有在喷药 叫他们把一些有的花盆 容易积水的积水容器 还有一些杂物都一并把它清除 做好一个环境公共卫生的工作 我们配合那个区长来指示 配合那个卫生局还有环保局 一起来一起都来撒药清楚 集结各局处团队出动 分别在前证以及凤山警戒范围 动员执行登革热社区仿制 卫生局也已经扩大裁减至1200人 因为学医中可能会有登革热病毒的分布 所以也针对群聚点周边的民众 还有他的活动地进行扩大裁减 那截至今天为止 那总共裁减的人数已经 大约1200人左右 感染源 大概很确定都在当地的社区 那也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也针对当地的环境 以及民众 还有病媒文 以三合一的方式进行必要的防治工作 目前市府以最高风险的区域 再次做严密的稽查以及喷药工作 以综合研判可能还会有疫情的风险 呼吁民众要加强环境整顿 以及滋生源清除 落实寻道清刷 共同对抗等隔热疫情 记者黄冠维林嘉义高雄报道 高雄市的大顺路是有名的林蔭大道 中间种的一排的雨豆树 不过树根的地方却架着一根一根的支架 环保团体表示 不管是为了防风吹倒 还是为了施工时保护树木 两者都无法达到效果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将支架撤除 避免影响树木生长 一排的雨豆树像散一样照住大顺路 让用路人免受阳光曝晒 但仔细看看雨豆树的树根部位 绑上一根一根的支架 让环保团体感到相当奇怪 如果是为了支撑树干不被强风吹倒 但支架绑的位置似乎太低了些 起不了支撑的作用 第一个我们推测它可能是防台的考量 那如果是防台的因素 它在架支撑架这么矮 其实是没有防台效果的 那一般你要撑在树高二分之一的位置 而且它往下打的那个地方 非常接近树头 可能会反而导致根系的伤害 更容易倒腐 由于市府捷运局之前在这一段大顺路 有进行轻轨的掀起工程 可能是怕施工时损伤树木 但环保团体指出 在距离根部太近的地方插入木桩 会伤及树根 应该在外围架设围离才能够避免 积聚伤害树木 所以一般应该是围离围在外侧 把它围起来就可以了 而不是要去做这种沿着树根 这么靠近它的树头的地方 去打那么多根这个木桩 我们觉得说它应该可以再把它做得更好 市府捷运局则表示 木桩和包袱确实是为了施工时保护树木 只是目前是讯期还没有施工 对于民众的疑虑 捷运局表示将配合改善 并且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环保团体则表示 这种没有效果的设施建议可以拆除 当然工程结束要赶快拆除 那现在已经做的可能要去检视说 有没有真的某些地方已经伤害到根系 那伤害到根系的部分 我们是建议它要去做一些伤口的处理 让它比较平整 那如果以未来还有一下还没做的 我们就建议它不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 不管它是防台的支撑还是工程的保护 它都不是正确的做法 都市里的树木一般都不会刻意做支架 除非是刚种下的 两年后也会将支撑撤掉 让风吹反而能够强化树根的抓地力和发展 记者郑光佩 赖长榜 高雄报导 长期关注都会区原住民权益的高雄市议员王毅雄 在市政总咨询中给了市府团队75分的评价分数 希望市府要积极落实 照顾原民朋友各项政策上的承诺 高雄市议员王毅雄利用任期内 最后一次总咨询的机会中 向市府提出多项当初的政策诺言 王毅雄表示 在都会区的原住民同胞 从创业辅导到活动聚会场地的需求 市府作为上都不够积极 加上行政效率牛不化的处理方式 给市府团队评分75分 希望可以再加强 第一个 我综合 这个综合 你们也不要说我心里很难过 这个实实在在 不是我单单的一些的意见 我们有很多一些的议员提供给我的 比比是75分 在去年上下会期 我也提这一些的部分 我们也没有那个产业了 那你说你说这个这个 给你一年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两年多了呢 在哪里 那你是不是在摸摸头 那你是不是在欺负我们原住民 那这个心态真的非常差 要不然你是不是应付了事 弄心态 王毅雄进一步说明 位在前证区的原民故事馆 从以西外泄事件后 已经超过两年 中央和市府虽然投入大笔经费整件 却独漏了公园公厕的设置 执行效率过慢 也没有符合需求上的到位 拿到中央的补助 那这样我们预算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预算 拿到故事馆其他室内的 在装修的这个部分 这第一点说明 那第二个呢 聚会所厕所的部分 因为它是在公园嘛 这个王毅元知道 所以故事馆的旁边 假如我们这里做整件好 其实也部分可以解决 我们原住民族朋友 大概如厕的问题 那确实是当地 对于说是不是公园要 这个公园里面要新建 这个厕所 这还有一些疑意 那再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赶快来 跟当地的居民再做沟通 今天在市政总执行 为什么我又在提这个 故事馆的问题 现在我们故事馆 总共发挥了大概六七千万 刚才我们也讲了 就是说故事馆 还有聚会所的一些厕所 还有一个发挥市场 给我的一些的答案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未来我的想法 就是说从故事馆 从最亨北路 延伸到下那个 到平和东路那个地方 做一个我们原住民的 修气的一个朗道 我是这样的一个规划 王毅雄提到 原民朋友念之在之的 就是希望在市区中 有个聚会的固定场域 让部落可以互相交流 尽能让下一代 传承长辈的语言和知识 市府在这方面的考量 要继续加强 记者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市议员李雅慧 在市政总执行中表示 为了提振青年家庭生育率 市府应该针对 提供幼儿托育环境 和提振就业市场的薪资 详加规划思考 尤其是房价的高涨 好让青年养家育儿 没有烦恼 高雄市议员李雅慧 在任期中 最后一次总执行中表示 市府在鼓励青年 家庭生育的同时 也要在公司力 托育幼儿园上助力 提高幼托员的薪资条件 让更多专业幼托人员投入 也减轻年轻家庭 养儿育女上的负担 其实我想托育的这个环境 不管是公部门 跟私人的这个企业 都应该要同步 创造这个友善的一个环境 那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这些私人的这个业者 基于这个贫贱的这个挫折感 以及这个薪资待遇的这个压力 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就做小就好 他们不需要做大 那也不想要积极的去改善 那这样子的一个托育的品质 跟环境 也会让我们很担心说 那这样年轻的父母亲 他们对于公托的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跟反应 会一直不断的 在市政府的身上 跟民意代表的身上 那我想这样都是一个 不健康的一个状况 李雅会提醒市府 高雄房价的涨幅速度 在南部普遍的低薪环境中 将造成青年成家的意愿减低 而只能租得起的情况下 设宅提供的速度就要跟上 让房贷付得起 公营行库也可以精力点力 南部的这个平均的薪资所得 其实是比较偏低的 那在这种房价又高涨 然后薪资又没有办法 同步跟进的情形之下 对于年轻人购屋 或者换屋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那政府现在提出的这个政策呢 大部分比较要着重于在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 或者租屋的补贴 但是拥有一间房子还是一个人一生的一个梦想 所以说能够怎么样用低门槛的一个方式 来让年轻人轻易的这个 够得他们理想中的房子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提出 更好的政策才行 也是希望说高雄银行在这个利息上的补贴 或者是说利息上的比较 在这个方案上的这个设计呢 都应该要站在年轻人的角度 给予低利或者是甚至是 不需要利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由于李亚惠是与同党议员邱群献联合咨询 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中 李亚惠提供多项政策上的建言 期盼市府用心施政 引领高雄迈向未来 记者李佳龙高雄采访报导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智恩 召开第二波教育证件发表会 针对教师权益提出六大证件 希望减轻教师负担 让他们能够专心做好本职工作 同时保障代理教师的工作权益 而在会中他除了提出教育证件之外 也不忘向对手陈其迈喊话 欢迎参考他的证件 高雄市长选战倒计时 国民党参选人柯智恩 16日办教育证件发表会 同党议员陈美亚也到场支持 除了替柯智恩证件背书 也不忘很酸高雄市长陈其迈 现在的城市府团队我们看到的是 当他在办活动的时候 可以砸下大笔的钱 但是是不是可以能够挪用更多的经费 来协助学校 改善各学校的教学设备 柯智恩这次在会中提出六大证件 包含让教师减少花时间 在行政工作等杂项上 专心做好本职工作 以及保障代理教师的工作权益 他强调只要有决心经费不是问题 同时也不忘向绿营对手陈其迈喊话 那我们提出很多教师的政策 如果我们的城市长觉得这样的政策很好 你要遵循非常的欢迎 只要为高雄好的 我们都是一步来鼓励 就像我上次提出了一个动保政策完之后 市府也承诺要给予六个多的这个动保人员 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宣布不选连任 却突袭登记参选引发渲染大波 在15日递交退党声明书 而柯智恩今天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则强调 现在团结才是最重要的 他这次透过退党是来直选 希望这个党的这个纷扰 可以因为这样的事情到此为止 但是我相信对国民党而言 没有兵服谁长的问题 就只有往前进 高雄市长选战 蓝绿民调有落差 蓝银拼曝光比正见 希望能让高雄再度变天 却碰上党内争议 只能先加紧止血 以免选战失交 高雄市历年来最大型的阅读活动 2022高雄城市书展发布会 在文创会馆七楼举行 高雄市长陈其迈和副市长史哲 一起宣告高雄城市书展的主题 左图右书 希望透过结合的方式 让高雄市成为阅读乐园 高雄城市书展串联图书馆 书店及旅店的文创会馆 一起展开一场阅读超连节 体验阅读多元性 书展包含五大重点 六大书展 从饮食 旅游 生活风格 文学等各式主题 让不同文化互相串联 这一次的书展 我们也大概 又等待了八年的时间 那又用另外一种 新的不同的方式 从图书馆到 我们的这个书店 以及到我们在中间 串起来的六个主要的书展区 那我相信 这个程度刚刚铁志兄 所特别提到的 这个当然也不是 就单纯的一个买书卖书 那常常以前真的是逛书店 就是跳楼大拍卖 把书或者是阅读 当成一种商品 其实它应该有更不一样的 这个意涵 它是最重要的是 在这里不管是思想 或者是创作 或者是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 所谓的武林大会 那在这里会 因为这种交流 而更激荡出另外一种不可能 市长陈其迈表示 这个图书馆让高雄变得不一样 市民觉得有更舒适的空间 更好的阅读 以及更多的文化饗宴 而从图书馆到书店 再到六大书展 不只是单纯的买卖交易 而是有更不一样的意涵 所以我也希望说 这一次的我们高雄的城市书展 也会开启另外一个 不同的一个面貌 希望说 大家可以爱上阅读 就像刚刚孟博所提到的 因为现在手机 不是只有说 这个常常会接收到一些 推播的不必要的 这些资讯 而是在主动的 能够寻找 自己的想要阅读的书籍 想要了解不同的经验 想要接触更多的不同的冒险 我想这个会超自在急 能够让自己不仅在阅读的中 可以不断的与自己对话 与城市对话 还有与土地对话 高雄城市书展将于9月24日 至10月30日盛大开展 透过各式主题 让民众更喜欢阅读 也让高雄城市书展 能开启阅读不同的面貌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高雄市长陈其迈 为了鼓励青年创业 日前直接到有申请 清创补助的古早味小吃店 捐起袖子 跟着业者一起包肉圆灌米肠 替店家来宣传 顺便推广市府清创政策 陈市长表示 申请过程一点都不难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新年勇敢做梦 对对对对对 好拿起的 然后帮他把它拖下去 哦 耶 穿上围裙 亲自动手做肉圆 高雄市长陈其迈 为了鼓励青年创业 直接在自己的网路频道上 帮忙推广高雄在地小吃店 也顺便介绍市府的清创政策 清创补助 那个申请的时候不会很困难啦 我觉得很简单耶 市长就别交代 谢谢市长 就要找创业者的麻烦 真的 要一切从前 很轻松 然后要让大家快速可以 我们那时候 多一波就好 有光想就来 低薪时代越来越多年轻人 选择自己创业当老板 据观察在年轻人的创业取向上 更偏好投入门槛相对较低的产业 据我们统计 那其实过去以来大概在餐饮 跟批发零售业 大概都是占我们相关辅导的一个 协助加速的一半 陈其迈上任以来 将协助青年创业定为施政重点之一 投入的资源增加 也让高雄青创业者越来越多 那我们这边也有配合中央 600亿的清创贷款 那我们有加码 等于说 清创朋友这边只要在高雄这边创业 那清创贷款的部分是 雄挺立的方案是300万5年就免利息 那这个申请的一个件数 那也是超过了1万件以上 那申请的金额也有破100亿 那这个都是全国第一 清创蓬勃发展的情况下 越来越多年轻人带着创新思想 视讯咨询的是议员 目前正值高雄市议会总咨询期间 台上市府官员已做定位 而台下却不见议员咨询 在议长真理宴宣布开会后 才知道是市议员邱雨萱 因为确诊居家隔离中 在喉咙不舒服的情况下 依旧坚持为辖区选民把关施政 进行开议以来首场施政总咨询中 出现议员采取视讯连线方式 来进行咨询的画面 继续开会 接下来由邱雨萱议员咨询 邱雨萱因为居家隔离 所以采视讯咨询 请问准备好了没有 我不知道听不听得到我的声音 听得到 邱雨萱透过视讯中表示 虽然知道目前疫情有升温现象 但是自己在平常时仍然非常小心 谨守防疫相关规定 但还是确诊 记者也发现视讯纳端的邱雨萱 全程戴着口罩咨询 过程中不时传出咳嗽声 使得在议会中 被询的市长陈其迈 以及主持议会的议长真理演 都频频关切 邱雨萱早日康复 我看你今天状况好很多 我吃了很多药 学养稍微注意一下 假如说有什么状况 你就直接跟你的看诊的医师联络 我们大概会针对这个相关的 我们居家关怀系统 都会密切注意 不过我看你今天状况好很多 希望你早日康复 邱雨萱健康状况不佳 但仍坚持到50分钟的咨询时间结束 多项议题也期盼市府重视 从教育到施政经费的量入为初 地方建设的争取到疫情的防范 都希望市府单位要重视并落实 记者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 您今年有领到中秋奖金吗 根据求职网站调查发现 只有43.8%的企业透露 今年会发中秋奖金 不仅一半都没有到更少于去年的48.7% 今月发奖金的比例更是创下9年来的新低 而且今年不发奖金的公司当中 有25.6%连礼品都不发 等同于让员工两手空空回家过节 点开手机领取中秋奖金 是许多员工在佳节期间的小确幸 在台湾的公司大部分都会发放三节礼金或礼品 特别是疫情期间员工特别辛苦 更要好好照顾 应该是说我们不会想要去亏欠员工 因为毕竟前面他们也比较辛苦 对啊 所以就要正常发放 不过也是因为疫情影响 在百夜萧条生意难做的情况下 据求职网站统计还是有超过半数的公司 选择让员工供提时间 根据夜市场求职网条 要显示有高达44%的这个企业 预计要发放这个中秋奖金 而金额在1350元 过整体拉长来看 比例是创下9年的一个这个新低 至于在金额部分 也比去年下滑4% 好不容易等到过节 想用奖金大吃一顿 犒赏自己 却发现受疫情影响 老板把奖金减少 甚至直接不发 这样的行为 虽然不构成违法 但如果劳工契约中 有关于三结奖金的相关承诺 雇主就可能有违规疑虑 如果说双方对于结金 在契约上已经有约定的话 劳工局这边是呼吁雇主 还是要依照约定 发给相关的一个结金 如果劳工朋友觉得 他的权益受损 可以透过劳资争议调解的程序 请我们劳工局来协助解决相关的一个争议 疫情四面下部分企业营收下跌 对于人士成本支出转为保守态度 民众拿不到奖金加上通膨影响下荷包缩水 都让今年的节日不好过 记者邱玉婷 苏宇文 高雄报道 金华区的土地一地难求 建商看准了未来土地增值性和开发效益 积极卡位 根据内政部最新的实价揭落 新复发集团5月以高达12亿元总价成交 保养高雄三多店 一举刷下新亚湾区最高土地单价的记录 有折潮 有人潮就有钱潮 高雄三多商圈好几间百货公司都聚集在这里 房价一直以来居高不下 而最近新成立的一笔交易 更是引起市场大量的关注 那就是位在三多路上 占地将近510坪的直米连锁美妆店 换房东了 新复发已高达12亿的价格成交 因为在正式中心 你要找到基地面积那么完整 已经不多了 整个又在我们最核心地段捷运站 商圈发展最繁荣的地方 所以建商先收租 然后未来当然他可能还是会改建成住在大楼 有列帝王之称的新复发 看准这块精华地段 附近有三多商圈捷运站 还有百货公司围绕 这笔交易也成为亚洲新湾区 十价登陆史上最高总价的店面交易 12亿来讲我们当然是从他的土地跟建物品数来看 因为他毕竟建物也有他的价值 跟现在我们利用他有收出投报 他如果单就土地来看 以509坪的话 其实单价已经到235了 那这个235的话 确实在我们这个区段 是目前所谓成交的最高价 那建商愿意买 当然我觉得说最重要是 他除了现在他看好这边未来的发展之外 包含整体我想说这边的商业技能 他再加上保雅 他来我们讲说他这个承租 他这个额约也很稳定很完整 所以他愿意说在这边投入 勾摆这个标的这样 黄金店面人人想抢 即便保雅店租还有好几年 但建商愿意先值高价进厂 断期内乐当房东收租养地 房仲业者推估未来 应该会朝推案的规划发展 房价现在目前这边已经 我们讲说刚才新城屋来讲 都平均在三十几万 那这边其实盖的目前是小宅比较多 因为前一阵子他那种炒灾性 上百平的产品盖是太多了 那现在建商都盖小宅 小宅就大概在二十几平 到三十几平均多 成交价都在三十几万 那像新富化这个岸厂 他当然他买了之后 包含他未来的推案 尤其我们讲说营件成本不断的上升 未来的推案应该就在四十五万到五十万了 清华区大电面及时受到疫情影响 仍然有高度的含金量 专家预估如果未来推案 房价每瓶应该可以上看到四十五万到五十万左右 价格相当可观 记者邱玉婷林嘉义高雄报道 家里有养毛小孩的朋友 平时会亲自下厨 为毛小孩料理鲜食吗 高雄市海洋局为了推广高雄海味舞宝 特别邀请毛霸鲜食主厨和歌手许富凯一起示范 用湿木鱼和石斑鱼做成鱼丸 简单的几个动作就可以为毛小孩制作美味的鲜鱼料理 今年刚养了一只猫的金曲歌王许富凯 在毛霸鲜食主厨的指导之下 和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起制作鱼丸 鱼丸是特别选用高雄海味舞宝中的 湿木鱼和石斑鱼来做的 将鱼肉和红萝卜搅成泥就可以拿出来 挤成圆球状下锅煮熟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回去可以 我先去鱼室买鱼 然后回去做 因为其实步骤不难 对 但是营养成分非常的高 而且可以顾到我们所有 那个台湾的水产业 我觉得这蛮好的 其实在刚刚的鱼丸中 我们用了高雄在地的两样食材 一样是湿木鱼 一样是龙五湿斑 那龙五湿斑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它的胶脂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皮非常的Q弹 那湿木鱼的话 它则是蛋白质很高 而脂肪很低 就是这两个对比方来讲 无论是它们的皮肤 骨骼保健 都是很不错的营养素 用高雄海味舞宝中的湿木鱼 鱼和石斑鱼做成的鱼丸 立刻拿给猫戒网红阿普仔 还有三组毛孩和毛主人 一起品尝料理成果 学富凯直呼这样的料理很简单 可以多学几招 和他的猫孩来个约会大餐 OK 对我来讲 因为呢 自己本身晋升为猫奴 对 所以有很多的细节 我还在摸索学习 所以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鱼女童作 好朋友 我觉得对我来讲 之后我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一些 我自己也可以吃 然后猫也可以吃的料理 所以收获蛮多的 对于狗跟猫来讲 它们所需要的营养 有一点点差异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做的 算是它们的点心类 不是主食 所以的话 我们只要蛋白质充足 基本上不用太在意 它们之间的差异 现场也展示各种 用高雄海味舞宝 做成色香味俱全的料理 负命书长鼓励民众 多采供高雄出产的 优质水产品 市府海洋局 后续也会推出 一系列烹饪课程和影片 让毛孩和毛爸毛妈们 一起享用 其实毛小的宝贝 也可以一起 跟我们共同享用 这样的新鲜的海鲜 今天透过这样的 鱼料式食材的 这样的私作 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 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 透过这样的鱼料的料理 提供给好的食材 给我们的家人 一般的毛小孩 近几年毛小孩当道 民众也开始关注毛孩的健康 市府海洋局规划 我与毛孩的享乐大餐课程 让毛爸毛妈们 在家里也能够和心爱的毛孩 一起享用美味的料理 记者黄冠维 赖昌巴高雄报道 最近有不少民众 在手机上收到 可以领取防疫补助的简讯 但是要小心注意了 这是钓鱼简讯 目的是要取得民众的个资 提醒您要了解最新防疫疏困政策 可以向行政院或各县市 防疫咨询专线来查询 千万不要点击 来留不明的连线 许多民众在近期 总是收到有关防疫补助的简讯 内容为 恭喜您有防疫补助可领取 点www.uvvgov.com 里 又或者是 卫生福利部 恭喜您符合条件 可提领防疫补贴 复制连接到浏览器 领取等等 没有 我有收过email的 那个基本上都是诈骗 防疫补助诈骗简讯 是以假冒为福部名义制作假网 也诱导民众于讯息中网址输入各资等 此种类型的诈骗简讯 网址链接为gov.com 这点便会让一般民众 无以为是政府网站 通常传送这类的讯息时 公家机关会以手机号码传送 并非用网站发布讯息 透过这点 我们便可以判断 这个讯息的来源 是否真的为政府发送的 有关今年最新疫情纾困政策 也请民众至行政院1988专区查询 民众应该提高警觉 不要点击不明来源的链接 不要轻易在网站上填写个人资料 拿到那种手机的讯息的时候 千万千万千万要冷静 甚至是你现在接到那种电话的时候 不要冷静 行动装置与及时通讯软体发达 诈骗手法五花八门 除了电话诈骗以外 手机简讯群组讯 常常也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管道 看到不明简讯 请随时保持怀疑的态度 冷静思考后 若为假讯息 请立即删掉 不要转传 让网路钓鱼这类的钓鱼资讯 没有生存的空间 以上是记者邱以涵 高雄报道 想要掌握最在地及时的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 会复逼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了 接着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昌邦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